记者万瑜真台南报道,台南市永康景分局三名远景刘耿明,严厉城及吕佩明,今早在追气翁性嫌犯的过程中,因拉扯,遭翁嫌车辆,追撞拖行等,纷纷受伤,送往永康其美医学中心治疗,台南市警局长黄宗仁得知后,也立刻前往医院关心慰问。 刘姓,燕姓及旅姓渊景经早在台南北区城公路及西门路追查一名翁姓气道通气犯时,因嫌犯拒捕,刘姓也遭驾车拖行,严,旅姓渊景不得已分别开了四枪及二枪,其中有子弹打中翁衔,撞上安全岛后才停车。 28岁刘景因遭拖行,脚步挫伤,闹震荡,22岁岩性及24岁旅姓渊景手脚分别有擦挫伤及遭玻璃割伤,三人意识清楚,送医后虽无大碍,但刘姓,燕姓渊景仍需住院观察,旅姓包扎后已先行出院,事发后,三人都已先打电话向家人报平安,得知翁衔,重担不治,心情也显得相当沉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